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河南州口市沈秋县人 生于1953年 原为《州口日报》的摄影记者 1998年 他辞职后 独自沿淮河行走4000多公里 用相机考察拍摄淮河及其支流 他是第一人 向全国揭露淮河十年置屋一场梦的真相 以及淮河水污染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生态灾难 北京消息 中国一名为性工作者维权的活动人士叶海燕 星期一在其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女权工作室遭变异警察的拘捕 美联社报道说 上星期 叶海燕和几位支持者在武汉的市中心邀请民众签名 联合支持请愿信 要求让娼妓合法化 以使他们得到较好的保护 并呼吁将8月3号定为中国的妓女节 广州消息 广州市政府星期一向广东的民众重申不存在所谓的推广普通话 废弃粤语的事 法新社报道说 广东上千位民众星期天在广州的人民公园举行集会 捍卫粤语 广州的警方采取行动 拒捕多人 星期一 广州市政府发表声明说 推谱废粤根本不存在 但少数人对保护粤语的议论不够理智 甚至是别有运心 河南卵川消息 此间的伊和大桥夸塔事故截至星期一 已发现遇难者遗体51句 仍有15人下落不明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当地约200米长的伊和大桥 于7月24号发生夸塔事故 初步调查发现 当时的水流中有树干被冲到桥墩 挡住了激流的洪水 而造成了大桥的夸塔 也有目击者说 当时有太多的人涌到桥上去看洪水 而造成了夸塔 近期中国不少地区连降暴雨 并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其中陕西省南部安康市 目前因暴雨、洪涝灾害 造成63人死亡 119人失踪 安康市的石县区受灾人口达155万 直接经济损失 近66亿元人民币 从6月份至今 洪灾导致新疆49个县市 86万多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 北京消息 河北原市县星期一发生 村民酒后杀人 在驾驶铲车撞人的恶性事件 目前已有11人被害身亡 河北省原市县政府称 该县的南左镇红运煤矿 打工的人员李信良 因于依买煤的客户发生纠纷 酒后将这一客户杀死 然后驾煤厂的铲车 驶入井原路南左段 横冲直创 造成7人当场死亡 20多人受伤 北京消息 中国藏族环保人士 嘎玛桑珠的律师 普志强星期一表示 嘎玛桑珠的上诉 已遭二审法院驳回 维持原判 据美联社报道 嘎玛桑珠于6月24号 被新疆燕齐县法院 以盗掘古墓葬罪 一审判刑15年后 提出上诉 但该上诉在7月7号 就被巴音郭洛 蒙古自治州中院驳回 而律师普志强 是在8月2号才得知 这一裁定的 普志强律师还表示 八州中院 从未对有关上诉文件 做出回应 也未对驳回的理由 做出解释 他并质疑 在一审才刚出笼后 八州中院 为何又如此迅速地 做出二审裁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谢谢收看 我是安培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